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会来到中医寻求致念 中医讲求体质 哪些体质的妇女 特别允认患上苦科病 月经来说 多数都是围绕着血 中医说女子以血为用 血虚和血乳都是多出现苦科问题 血虚指的是血不够 也不单纯在现代的检查中找到的贫血 中医觉得血不够用 可能令到她有头晕 头发小这些情况 或者舌淡 面色淡 这些都是属于血虚的范畴 另外是血乳 血乳就是说血的运行不够长迅 其实就属于血乳 血乳很多时候可能会表现为 在我们的月经上出现了些血块 又或者身体容易出现这些乳 都是考虑血乳方面的体质 在脏腑方面 如果是皮 肾 肝 这些脏腑出现问题 都会多牵涉及苦科病 中医治苦科病有什么优势 我觉得中医的优势是可以度身定做 中医的俗语是辩证论治 我们看病人自己的体质和需求 有些人可能是实症 我们要帮他通射阻塞的致病因子 如果是虚症的时候 我们找到究竟是气虚还是血虚 究竟是哪个脏腑的虚损 我们用药物甚至乎用月位针灸 去帮他做法调整 刚才提到针灸月位 针灸可以致连哪些苦科疾病 其实有很多样的 针灸其实是一个外治法 我们食药叫做一个内治 针灸包括针刺和挨疚 另外在月位上也会用到耳穴 又或者在月位上去腹贴药物 通过皮肤吸收和月位的功效 去达治治疗的目的 这些其实都属于外治法 而这些外治法就不需要食药 如果妇女方面有一些用药禁忌 不方便食中药 其实中医针灸就是一个很大 可以帮助他的方法 针灸治疗不开月位 有什么月位常用于治疗苦科病 其实都有一些 当然我们会按照它的体质 和需要去帮它配乐 但一些常用的月位 譬如皮经的三音胶 其实在现代医学来说 都证明了它对调节排卵 是很好的作用 另外我们刚才说了 肝、肾都是掌管苦科的疾病 所以如果肝经或肾经出现问题 我们就会用到它的圆圆 太冲和太溪去帮助 这些都是比较常用的月位 刚才提到针灸枯贴 例如天灸可以有什么帮助 其实天灸就是在我们的月位上贴约 在苦科方面 我们会比较多治疗痛经的情况 很多时候 我们在天灸的季节帮她贴约 在她下一次来月经的时候 这个症状又会很明显地得到舒缓 除了痛之外 有些妇女会经历 经前有预防脏痛的情况 这些我们通过用到肝经的月位 其实都可以帮她舒缓这些不息 现在有很多妇女准备怀孕 准备怀孕期间针灸帮不帮忙 其实都可以 刚才提到针灸可以帮助她调节排卵 有些妇女可能她的周期太过乱 不能够可以帮她很准确地掌握她的排卵期 其实都会导致她受孕的困难 通过针灸改善她月经的状况 令她气血充盛一些 亦都帮她保肾和调经 其实都增加她受孕的机会 能成功怀孕 在怀孕期间很多症状 例如痛症 针灸帮不帮到呢 其实在怀孕的初期 可能都会容易不稳 胎抬得不稳 在这些情况可能会见红 我们当然可以用中药去安胎保胎 另外我们也可以用到癌咎 癌咎在脚趾上的穴位 去帮助止血 在胎动不安见血的情况之下 我们有机会用到癌咎 另外在怀孕的过程 其实有一个痛很特别 就是齿骨的痛 其实怀孕有很多的禁忌 我们可能有一些腹部的穴位 或者脚的内侧 肩部的穴位 我们要禁忌 不可以用 但是齿骨的痛 令到他们举步艰难的话 我们都可以用到针灸去帮助 我们有一个方法 就是用对应穴位 我们在颈这个位置 找一个跟齿骨相对 亦都有调节作用的穴位 去帮助 令它可以在齿骨的痛上 大大的舒缓 现在很多妇女都会选择 用人奶去餵补婴儿 但很多时候投诉都会说 好像不够人奶 那针灸可以帮助 乳汁的生成 很关乎我们的气血 当然睡得好 营养好 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另外如果经络不通的话 我们都可以通过针灸 去帮助她通乳 我们用的穴位 包括肩膊的穴位 可能是乳房下面的穴位 痰中 通过这些穴位治疗 可以大大改善 乳汁通畅的作用 刚才提到最常用的穴位 就是四蜜汤 当中有当归、村公、熟地、白卓 这些都是常用的 另外就是帮助通经的药 例如活血的药 在不同月经的阶段 都有机会用得到 再是保肾和调肝的药 都是我们多用的 苦女但幻想苦科病 除了针灸、食中药之外 上身护士有什么要注意 其实都很多方面 包括饮食、情绪、休息 另外运动都是要注意的 先讲饮食 比如饮食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听到 寒凉、生冷等的秘技 其实都是真的 因为寒凉、生冷的饮食 可以令到脾胃受损 令到气血的生成 受到阻碍 所以这件事要避免 例如我们日常生活 很常接触到的 冬饮、雪糕 其实这些都属于寒凉 在食物的性质方面 譬如一些浅色的菜 黄牙伯、椰菜 这些都是偏寒一些 未煮熟的食物 譬如水果、鱼山 这些都是属于生冷 如果想苦科方面的问题 得到改善 其实这些都要避免 另外就是一些新辣的饮食 中医说 女子以血为用 如果我们好食新辣 吃得太多 或者煎炸的食物 吃得太多 都会伤到我们的阴血 另外就是我们的情绪 譬如常常动怒 又或者很多东西担心 又会伤到我们的脾胃 其实这些情绪方面的调节 不要令到它经常在一个 很大上大落的情绪上 其实都是对我们的苦科是一个保护 再是休息 休息要足够 因为睡得太晚 经常熬夜 都会令到我们损伤阴气 因为夜晚是我们一个养阴的时间 如果我们没有睡得好的话 其实就令到我们身体自然地阴气流失 另外就是运动 在睡得好 营养好的前提下 我们适当做些运动 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气血运行的 但是这个运动 就会建议大家要在日间去做 避免在夜晚 因为夜晚我们是一个静止的状态 如果我们再做一些很烈的运动 其实就会令到我们的气血不能够安静 影响我们的阴血 刚才你经常都看到 避免一些寒凉 生冷饮食 现在坊间很多时候都会推介一些 暖工疗法 暖工贴 是什么帮助的呢 我想他们的这些产品 都是针对着可能我们现代人 很容易受到寒气的侵袭 除了暖工贴 我们一些可以在日常生活上 保障我们驱除寒气的做法 都有很多 用到中药去浸脚 材料方面可以用到桂枝 姜皮 亚叶 这些煲了水去浸脚 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温通经络 另外在暖铁方面 比如我们胃的位置 肚瓷对上 或者小腹的位置 尾龙骨的位置 其实都是多可以用到暖铁 去帮助我们温慎和助孕 如果在怀孕期间 刚才你说的地方 可不可以液肤 如果真的成功怀孕的话 反而要注意 因为怀孕的过程 都是比较敏感的 我们月位上 小腹部就要避免 刚才也说过 而热贴这些 我们都不适合泰国的刺激 所以刚才说的一些暖工的措施 就是在未怀孕的时候做的 多谢中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原来苦科病是有这么多种类的 除了用中药治疗之外 还准备針灸治疗增加疗效 想知道这些中医健康资讯 就不要触及下集中大中医 再见 拜拜 拜拜